時間是凌晨1點 10月8日 跟大家歸納一下今天的新聞和戰況 今天的戰況是遍地開花的 又是,幾乎都有 其實如果你說有沒有拘捕人 一定有拘捕人 每次當作戰爭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發現警察用的戰術是不跟警禮的 為什麼要不跟警禮呢 四字成語也有說 兵不厭詐 其實他是當作戰役去打 因為他在戰役上 他一定要違反通例 要拘捕你 他要拘捕你才能捉到你 他是當你敵人 所以現在他當示威者是敵人這樣做的 ルール呢 就當人敢反做的 所以現在已經不能用常理去推敲一道 就是這樣 我作出剛才這樣看著那段段 我也不知道我在拜八三一那邊 就在頭頂射 他現在就發覺原來他改了戰術 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的 原來那個女人在勾喚 拿著麥克風大叫的時候 你都聽不到他講什麼 總之有什麼什麼非法集結 現證參與非法集結的集會 立即走 真的要走 因為那時候他就會行動 說射雷彈或速龍 你不知道 那句話就是一個警告 取而代之就不舉其 兵不厭詐 又用回個招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所以現在是鬥志鬥力的 基本上今天也有很多人被人拘捕 但如果你說整體戰術來說 尤其是尼敦道那裡很特別 看直播 不斷在這裏設計 設計完,警察又掃,掃完又設計 設計到現在 我想整點都沒設計完 還在 警察想捉示威者又捉不到 只能捉到一些市民 那些就能捉到 和理非也捉到 就是這樣 最主要這個 都挺特殊的一個戰局 代表示威者 一些核心的 一些精銳部隊 其實你是永遠捉不到 而且很聰明 他要玩夠一些POPO 是隨時可以 架輕就熟的 所以如果你說 從一個大型的戰役來講 這次是某程度 今天是成功 遍地開花 如果你撇除 很多人被捕這個因素之外 沒辦法的 因為200萬人 300萬人 一定有居民 我都差點被抓 我走遲30秒 我就已經是 新聞其中一個被捕人士 明天就提堂 提堂 就被告 可能非法集結 知而處女 我就沒有蒙面 最多入不了 非法集結也有可能性 我就在警署隔壁那邊 行人號經過 有機會都被抓 所以 昨天 現在 大致上的情況就是這樣 有個地方 比較少有戰役的 就是大埔 這次大埔也有 早前 之前半個小時 都在舉南旗 很多狗 大埔也有玩 真是遍地開花 總之 有居民的地方 有城市的地方 一定有示威者 有示威者 一定跟他玩老左 不玩陣地戰 這個是聰明了 進化了 沒辦法 因為警察也會進化 據說 黃大仙那邊 都被抓了很多人 其中一個都挺離譜的 是拿著籃球 可能打球 告他非法集結 很簡單 你一個市民 你以為這個政治 這個示威是不關你的事 我講了很多次 其實就是關你的事 等於我每次去遊行的時候 都看到 為甚麼有些人那麼開心 在打球 那些年輕人 可能是藍絲 或者可能是黃絲 半天 休息一下 如果是藍絲 那不好意思 你以為不關你的事嗎 拿著球去打球 警察就不會拘捕你 你經過都會拘捕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現在 每一個人 全港狗每一個人都是關係 有關係 有關聯的 大家都是 打一場很大的戰役 而且那個戰況 有點像越戰 即是他想易主民而大 基本上 所有市民都會幫示威者 甚至每個市民都可以變成示威者 你去抓的都抓不完 黨鐵 最搞笑 真的開中了 原來明天 時間上班 他就沒事了 港鐵突然之間 好像病人那樣 本來發燒 突然之間好回來 真的這麼好笑 劇本 有人拍照 港鐵 九龍灣 車廠 變成了POPO的停車場 一大堆警車停在 九龍灣的車廠 地鐵的車廠 你看到 合作無間的 港鐵和POPO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每一次坐地鐵 等於上了警車差不多 就開始覺得沒有分別 高呼一次 新聞 還在打 但是那些戰役 就不是人海戰役 是野貓式的戰役 總之 示威者很聰明 你看不到影子 設了一些很厲害的路障 不是那麼輕易刷 如果司機打算 推開他 不行的 是一些很複雜的路障 這個是一門手藝 現在你看看 示威者設的路障 是一門 很高深的 藝術 因為我 都見過不少的路障 有些路障 很容易拆 司機 一落車 藍絲司機 一落車 拿開那個路障 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就行 那些路障 你是拿不開的 例如磚頭 一大堆 你拿不開 一堆竹枝 又是拆不住的 一堆鐵馬 那些是不行的 這是一種藝術來的 今天都吃了催淚煙 頭部也有少少疼 通常就一日至半日左右 都會令到人的頭 神經 都會有少少 汪汪的 看一看新聞 還有一宗 馬鞍山 新城市 有一個 很不幸的事件 話說有幫保安 他們死守著門口 蓮登仔 多謝 新城市的保安 他們守著門口 有些圖 但很可惜 有些警察 很快就衝進來 然後就拘捕 其中一個立場記者 又是 立場記者被人打 打了一下 應該都不是很嚴重的 傷痕 還有 推低了他 推掉了他 又是拘捕 所以我講了 其實 商場都不是那麼安全的 甚至有保安 你看到他都可以衝進來 事後都是這樣 就算你商場 你保安 你譴責他 那又怎樣 更加法都走了 即是無敵 又蒙面 又告不了 所以基本上 現在 你不可以從一個法律上 去對這個 作出任何影響 或者告他 已經不行了 已經是 你想在法律 的層面打仗是不行的 一定是在一個智慧上 跟他打贏他 例如你商場那裏 看到POPO 整班喪屍 在外面 真的要走的 你不能不走 就是這樣 就不要說 暗糾糾糾 還留在商場 商場都不安全 另外 有些人 今天 有些和理非的活動 有些人 戴了Joker的面具 我自己看完Joker的電影 就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 那部電影很短 我不會覺得他很長 不是什麼 很大的製作 是一些小品的製作 但是很好看 其實說什麼呢 就是官逼民犯 其實Joker 大家都知道 是大奸國 但原來他變成奸國之前 其實他也是被 政府迫害的 他才會 戴上這個面具 然後 犯犯事 當然Joker犯了很多事 但是 看這部Joker的電影 他每次犯一件事 都有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 那個原因 都是 就是 你會看到 這個Joker 都有一個 叫做 友情的一面 他又不是說 衰得了 就是這樣的 最後 有一班 叫做示威者 就很 擁戴 Joker 因為Joker 做了一些 很 crazy 很瘋的 就是這樣的 亦都是反政府的一些行為 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就開始戴Joker的面具上街 當然Joker 會比較 真的有少少犯罪意識 所以有些人就戴VSAT 居多 現在開始有些人戴Joker 都OK的 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他都在說 每一個 遊行示威 其實都是一個反政府的行為 為什麼有反政府行為呢 通常是政府做得不好 官商勾結才會有這樣的 叫做示威者出現 蘋果 有一些很有趣的新聞 一些外交新聞 這些就是 其中 布拉格 在捷克 捷克的布拉格 決定 跟北京 取消 姊妹城市關係 因為 最主要就是捷克 捷克 支持台灣 中國不高興 立刻就取消 捷克 惡隊 來中國 不同 有不同 捷克做生意 就是這樣 現在 基本上北京是很小器 其實北京 嚴格來說 是一個 完美主義者 一見到 你跟 香港 台灣 立刻不跟你做朋友 是一種制裁 某程度 很小器 所以 北京已經變成了一個極權 如果 捷克 現在 割蓄 也對 現在美國也想跟他割蓄 跟中國 是時候 你看到香港搞成這樣 那些人 補充 補充 圖 你看到 保安 是十字 耶穌式 攔住 防暴警 但防暴警 撞開 他 所以 這個 真的 都叫做 真的 保安 都是 盡力 做 頂盡 盡力 盡力 那些示威者 其實要聰明 但最後都捉了一兩個市民 另外 有一個 又是 大快人心的一場戲 其實 一個 一個 警察 被示威者 整個單車 載過去 不知道應該是在橋上 丟進去 在高處 應該不是橋 在高處丟進去 中了 示威者 警察 警察又躺下了 應該沒有什麼 重傷 不是 輕傷 但是你看到整個畫面很愉悅 整個警察躺下了 警察又譴責示威者 又說 為官的人 拍掌歡呼 聲援暴徒惡行 令人心寒 不知為何警察突然出這個譴責的文章 令人覺得有趣 警察應該想想自己 為何市民會拍掌歡呼 你不要心寒 你應該想想為何人會歡呼 因為你們警察 得不到民心 林鄭月娥 是很糟糕 你那些警察維護她 也做了很多黑警的惡行 所以人們才拍掌歡呼 原因是這樣的 警察是需要反省的 不是覺得心寒 應該要反省 這個就是擋鐵 變成狗鬥 那些人拍到這張照片 一格格警車 排隊 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呢 他 就是彌敦道 都變成了 他那個叫做 就是 他那個叫做 塞道 這樣 今天呢 直播都拍到一件事 就是 他在那裡送 在那裡開快車 在彌敦道 在那裡 打算不斷地在那裡 在那裡逃圈 在那裡逮捕 在那裡逮捕 不斷地在那裡逃圈 在那裡逃圈 我今天也拍到 一大堆警車 10格 20格 在那裡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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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現在是做一個感覺 就是戒嚴 現在要告訴你 全港狗都有我們的警車 你們逃圈 小心點 隨時我們下車抓人 手躲身都可以 其實是戒嚴狀態 是沒有分別的 林鄭月娥不承認 有得他 他也是很暗咎的 他其實不是暗咎 他根本是當香港人暗咎 永遠就是 明明緊急狀態 又說不是緊急 他為什麼不是說 這個不是緊急狀態呢 就是因為他不想影響股市 是吧 只是這樣的 他說緊急狀態 但是股市立即下跌了1000點 就是這樣 就是做些事情 相當之奸詐 另外 黃大仙 當然有抓人 剛才說了 可以看回一些圖 原來他們 這招又很賤教 這招不只是 第一次用的 他之前都用過 我記得當時 在深水埗 那時候 政府合署 附近 那些人聚集 又是拘捕了很多人 原來他就在 私家車裡躲起來 然後一打開車門 就衝出來 就拘捕示威者 這次用同一招 這次用貨櫃車 你看到 載著速龍 很快速 在農場 上去黃大仙 拉人 就在這個位置 看到了 開車門 一隻隻速龍 就出來了 私家車 就出來了 衝上農場 拉人 拉就拉很多人 排排坐 被他拉 所以現在 我也小心一點 幸好我今天 沒有去黃大仙 不是我都被人拉 如果我在這裡拍攝的話 我也不知道 突然之間 為什麼 原來那些貨車裡面 就是有警察 你真是猜不到的 是不是一輛普通的貨車 是不是 然後排排坐被他拉 所以現在黃大仙 所以我那一晚 我有一晚 零零射射 覺得那些警車 在這裡左右包圍 我應該都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專門不進去黃大仙 不是的話 我八卦的話 我也走進去拍攝 所以現在黃大仙 我都要小心一點 還有有人拍到黃大仙 有些警察 用強光照射 記者 好像 10盞 10盞 強光照射 這個也是一個 幾小朋友的行為 也都幾戰格的行為 人家 示威者 拿雷射射 你 人家 叫做 無計可施 用一些 最低的武力去做 然後你又報復 拿強光來射射市民 你看到 其實 整個警隊 EQ都很低 外國的警員會不會這樣做 會不會拿強光來射射市民 所以這個警隊就算了吧 也有商務 亦都被人裝修了 這個是第一間的 不知道是哪個區 有陀 厲害 有陀 不知道哪間 應該是大埔 不肯定是不是大埔 民建聯也被人畫了 在旁邊 當然 為什麼要搞商務呢 因為 它是 中共開的 其實是三中商 三聯 中華 還是什麼 商務 這三間 甚至是 大家經常去的成品 都是被控制了 被中聯辦控制了 中聯辦 很簡單 書局是一個控制人的思想 一個 即是一個基地 要控制哪些書 在書架上 就等於控制你的思想 限制你 看某類型的書 某些反共的書 你就不能看 是不是 慢慢 就被他的框架限制了 人的思維 就變得客襲 客襲和想法是偏見 是不是 就容易變成男 變成藍絲 這個就是一個思想的控制 即是它是一個維穩步 這些書局都是 立即沒事了 黨鐵就說明天維持正常列車服務 多神奇 我想大部分 不會開一半站 我想起碼 5分之4的站都沒事 但我今天實地考察 旺角站真的很嚴重 旺角站應該不開 但某些站就誇張了 例如樂副站 那些應該可以開的 簡單來說 黨鐵或政府 基本上就是 你們平日 準時上班 禮拜六日做安在家中 就不要出來搞事 安心做個奴隸 專心做個奴隸 總之一至五準時上班 麻煩你們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港鐵 像今天戒嚴 那樣 明天就有氣看了 大部分的市民 不能上班 巴士籠 長到 狗犀 這樣 這個景象我反而最想看到 他又不敢攬炒 只是夠膽 在星期六日攬炒 假日攬炒 就不夠膽一至五攬炒 當然他這個都會提早 提早服務的完結 那個 又是提早生 港鐵 可能九點鐘又是生 總之你上班下班 我會準時接載你們 你們放完工 就不要有娛樂 你們回家睡覺 明天早上 又做奴隸 就是這樣 基本上現在揭穿了 港共的陰謀就是 根本就是不想你們香港人 成為老闆 有自己的 就是話事權 他只不過想你一直做奴隸 做到死那天為止 所以樓價托著那麼高 反正你都買不到的 你年輕人 或者中產 又要供樓又要成 一定是用層樓做目標 所以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都是吹風 吹什麼風呢 吹一個 香港社會很和諧 大家都要供樓 為層樓而奮鬥 很多成功人士的文章 訪問 在大量的媒體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想你模仿他們 買到樓 買幾層樓收租 但其實是做不到的 你一層樓 買一層樓都難 五六百萬 是不是 在市區裏 是不是 根本就是 不斷製造一些假的希望 給你 去追造 追到 你老了 五六十 七八十歲 發覺原來人生只是為了那層樓 然後 烏夫哀哉 升天 完結一生 原來 一生為了港共 中共做奴隸 一個故事 所以這次是一個很好的反省 你看清楚 現在你下屆 哪個機構是監 哪個機構是裝 哪個機構是真正 哪個公司 哪個食市 是真正為香港人 是為了你服務的 我自己覺得 Circle K算是不錯的 你想想7-11 立即 倒閉了 立即 關門 但Circle K 真的是沒有關門 你隨時可以進去補給 Circle K 後來調查 好像是美芝公司 原來是外國勢力 這也是挺有趣的 你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這樣 7-11 立即不為你服務 Circle K算是立即為你服務 Circle K算是很好的生意 有一個 MTR的車長 助理車長 話說他在10月1日被逮捕 10月4日才送院 話說送院後發現他 頭部受傷 昏迷了 腦有瘀血 已經做了一次腦手術清瘀 醫生說他情況不太好 內出血得很厲害 左邊臉縫了11針 4隻手指骨折 情況不太樂觀 不太有ует 他應該是遊行示威 但 Λ恩 的職業是 SAT SAT 你也看到 為何是3日後才送院 中間有毒打 哪有LC 這宗 應該是 Secret 公務員Secret 漏出來的 MTR Secret 漏出來的 很多毒打事件 今天連登也有一宗 黑警好像旺角打死了人 但新聞就沒有報 大家有時看直播畫面 看到蒙蒙呆呆 總之看到人躺下了就很害怕 怕他好像會死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害怕 就先檢查一下 但我們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現在我們要當作戰爭 大家可以看看伊拉克的標準 伊拉克傷了4000多人 死了8多人 這是第三國家的標準 香港4個月來 這個數字 太子站 警察相當不尊敬 踢個祭壇 這些警察 一定是會有報應的 基本上 有些人終於發現 其實今晚已經實行宵禁了 這個不用說了 基本上他不告訴你 其實是 即是他 發現到了 一群狗已經在不斷巡捕了 一群狗 他不會一個兩個走必 總之整群防部隊 坐在車上走必 在馬路上穿梭 就是一種 銷禁行為 一見到示威者 停車 然後 叫曹曬 然後開催淚彈 銷禁 有些人說 緊急法 有機會 他會走 一個禁網 禁網 簡單來說 大家現在還聽到我的節目 一旦禁網 連我做節目的難度也提高了 我未必上載到YouTube YouTube已經 跟香港沒有關係 到時 大家就要上八度 大家也都聽不到本台的節目 或者這樣說 也都上不到YouTube 相當之嚴重 如果他禁網的話 不排除 林鄭月娥 瘋瘋瘋的 所以現在的人就教大家 去用VPN VPN我都不會用 如果他真的 去到這一步禁網 到時 我都要學一下 怎麼用VPN 類似 跨場 其實是跨場 內地 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看YouTube 就是用跨場服務 VPN 去做 不排除 禁網 到時 新聞自由 正式死了 到時 香港 跟內地 沒有分別 到時 可能 即時不覺 但是 慢慢實施了之後 可能一兩個月後 你會發覺香港人真是蠢了 因為沒有真正的新聞流出 大家看不到真正的新聞 到時 我自己這麼想 如果香港人 要抗爭都可以 就是每天 自己不要懶 下去每區的連儂場 可能跟街坊 直接討論戰術 玩少一點手機 明天一定是煲大馬鞍山那件事 現在蘋果也在煲大馬鞍山 警察衝進來那件事 網上流傳很多 真假新聞 這單不知真還是假 總之 人們只是砌出來 我相信還沒有 除了新屋嶺 其實 張軍路也是一個 酷刑室 這樣說 傳聞 其實旺角都是 所有警署都是 現在不是新屋嶺 可以獨打一個人 任何警署都可以 在計算之前 張軍路傳出一個 慘叫聲 女聲 慘叫的女聲 之後 又抬了一個白色的盒 上警車 後來 有人 發現在淺水灣 又發現到浮屍 又發現到白色盒子 令人覺得 你是不是放了一些東西 在箱子裡 放了一條絲在箱子裡 然後再放入海 有些人 再把剛才那宗 車務助理的那宗案 那個示威者的那宗案 結合了 其實那宗案 應該是 將軍澳 出自將軍澳 警部的警署 有機會是 警署 有機會是 最後 我懷疑是 fake news 警察 以為打死了 SA 車務助理 放他入箱 誰知 搬一搬 之後 那個箱子 那個人 突然之間 甦醒了 就爬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假的 但是 你看到警察現在做的事 相當之不乾淨 令人產生這些無限的 一些恐怖劇情的 聯想 我覺得是假的 但是似乎 反而 SA被人毒打 這件事是真的 有人提到 今天快閃 不打陣地戰 是極為成功的 POPO基本上是捉不到 真正的勇武示威者 就算是有一點 跟大家看看相片 你今天也能夠看到 示威者 放了竹子 其實這個難拆 普通司機 都未必能拆撞 這個陣 要搬開 逐條逐條搬開 都是這樣的 濫捕也有經常的 也有些人在鑽石山 快閃破壞地站 不知道是真正的示威者 還是鬼 感覺上好像挺大隻 不排除真的是警察 整班警察在這裏弄的 有男有女的 現在已經有女的臥底 有些人中了催淚煙 太古也有 有些年輕人在唱 榮光 挺有趣 大概有100人在聚集 在黃大仙那裏 但晚上就拘捕了很多人 太子旺角 也是一個戰場 今天黃大仙也有很多活動 太古也有 用垃圾桶做露了 你看看這個就是旺角警署 他永遠就是舉旗 舉在2樓、3樓 他又不是在這個位置射出雷膽 在旁邊射 我在旁邊那些怎麼看到你這支旗呢 你到底有沒有出旗 這個警告旗 我覺得很質疑你 所以警方基本上 剛才在頭頂射 極有可能他沒有警告 沒有舉旗之下就射 所以大家要聰明 我都不聰明 總之他現在是隨時隨地 沒有先兆下捉人 以及射催淚彈 因為這些催淚彈基本上有機會是射死人的 韓國是過用催淚彈射死人的 可否我這些Lowgear 經過 真是被你 射一飛 真是沒命賠 緊急法 據說保險是不賠 戒嚴狀態是不賠 其實較早之前他都要用一些陰招 射那些催淚水劑 落街 在太子警署 射到一些記者 催淚水劑 這些仆街的戰招 頭都拉了不少人 這個是張君澳那邊 那些人 日後就做文宣 貼一些連儂紙 也都在商場上接紙可 這些就是香港人的精神 真正的精神 文又可以 武又可以 武又很有創意 武又擅長打 這個遊擊 雖然 一定不及其他國家那麼勇武 但是 香港的示威者擅長懂得走位 做一個世界仔的角色 真是懂得走位 外交上也是世界仔 會連同其他國家 火同其他國家去打中國 這是聰明的做法 有別於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勇武很多 勇武很多 一打起來好像真的打仗 很多中年人都會站出來 在前線打仗 香港就不是 年輕人居多 但是不代表中年人沒有幫忙 他們都會暗瓦底 出錢 就是這樣 今天也有個 那些舉旗手 那些護旗手 在 不知是哪個 商場 舉旗 然後又被人私了 現在中共仍然是玩這一招 會請旗手在這裏攪陣 攪陣 當然現在市民 還在當初那些私了 後來警察互送他 看到市民現在新生玩法 接紙可 多厲害 亦都有人玩樂器 就是這樣 屯門也有 200個市民 玩快閃露 這個 我之前是實地考察過 這個位置是中心位 也重要 有拉人 在波匡附近 應該是將軍澳那邊 沙田圍 那些人就推閘 那些示威者 又是不知道的 搞港鐵那些 又是不知道是真 還是假的 那些示威者 都不理 都不理 反正 這個黨鐵也不是什麼好人 事實上這個目標也是對的 最多我們的市民不能回答 沒什麼所謂 也有人燒車 泰和站 泰和站 也有人破壞這個泰和站 都沒有所謂 這些黨鐵 吉野家 爛到這樣 上水 上水港鐵站 變成水務間 又是 噴了水 又是 吉野家 所以吉野家 他不要以為 你這樣炒一個員工 好像 他炒了 PR 當時PR 就是幫他做了一個 獅子搞的文宣 然後他炒了 別人 然後 就 大家就不搞他 觀察一下 就算了 就是叫做霸食 少康站 又打破玻璃 沒所謂的 我們 雖然分不了他是 是人是鬼 隨便 反正效果都不錯 不管黑貓還是白貓 鄧小平說 總之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總之針對性 搞這些擋鐵 這些 紅色資本 沒什麼所謂 都是不會割席的 又是 到處拉人 屯門又拉了人 所以你看回又真的拉了人 但你認為游擊戰上是不差的 其實整個戰術 有些人就拍打那個警車 在旺角那邊 然後就很快就拍一下他的車 又拉人 又夾那個市民進去警署 又按下他們來打 很多這些 你會當他日本皇軍 那樣看 一下也不能得罪 現在 除非你人多 好像我今天 在彌敦道那裏 人多 一百多人一起 吊咬他 當然是 吊得過 如果你單人匹馬 就不要了 不要亂來 這一宗也有趣的 在台灣 有人撕爛了連儂牆 很快 蔡英文真是做事 立即遣返這兩個人 去大陸 不讓他入境 台灣現在就是暗撐 嘴裡撐 也做了一些行為 撐香港人 台灣算是這樣的 真的 他也不是說 絕對性的奶共 另外 這個 李佳琛 一向他也被很多人針對 自從撐了示威者之後 接著 還有一句 真是支持示威者 他這樣說 本人從沒有表示過支持暴力 請認清這個事實 謝謝支持 簡單來說 他根本沒有撐過警察 叫大家不要誤會 有些人勸他 你知不知道 你將會像這個 之前被人解僱 TVB那個 林詠濤 那樣的 串鈎 李佳琛 他說 有些網民就說 你的職業生涯即將完結 所以李佳琛就說 我沒有支持過 這些警察暴力 我仍然堅持 他的觀點 李佳琛仍然堅持 他自己 支持示威者的立場 這樣說 可能暗瓦底 其實李佳琛也有示威過 也不出奇 蒙著臉地示威 所以這些不是 清傳 我們叫做 少有的 你說 李佳琛會不會被 TVB炒 正在炒 都很肯定 但真的不要為 這個 吳鬥米截腰 這種是高尚的人格 我自己覺得 沒有所謂的 你 你打其他工作 我覺得你佳琛做個KOL 都可以找到 隨時找得多 TVB TVB TVB是食材的 曝光率高 是不是 但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方法 都可以曝光率很高 例如 何韻詩 上了頭條 可以 上了國際頭條 昨晚 今天 男人 護旗手 害怕到 進去巴士 最後 然後警察 互送他走 被人撕了 打到 嘴角流血 搞笑的 他還躲進的士 的士司機都不載他了 這個男人 拿了旗子出來 被人圍 撕了 然後退到出去 坐的士 的士不載 然後才坐巴士 警察 帶走他 就是這樣 看看 最後 戰況 打成怎樣 關燈了 應該 戰況 應該都沒有了 休息了 真是 明天 今天 上午 大家 準時上班 上午 大家 響應黨鐵的呼籲 他已經沒事了 黨鐵 大家準時上班 做回 廣盧 廣盧 今天 說到這麽多 多謝收聽 戰況 戰況 感谢观看